欢迎来到美厅 庄子,一个人真正的强大,从独来独往开始 在武侠小说里,有一种独特的修炼方式叫做闭关 在某段特定的时间内独居一处,潜心修行,不与其他人交流往来 很多爵士武功都是在这段独处的时光中被创造出来的 独处是一种智慧的沉淀 守得住寂寞,耐得住繁华,一个人才能真正变得强大 一,孤独是不可避免的 庄子,虚无鬼中说 自夫子之死也,无无以为至已,无无语言之已 意思是,庄子感叹,自从惠子离开了人世 没有什么人可以用来做搭档了,我无法与人论辩了 惠子和庄子是一对交心之急 惠子死后,有一次,庄子路过惠子坟前 触景生情,对旁人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人鼻尖上见到一滴小小的污泥,于是他请一个教师的泥匠替他削掉 泥匠挥起斧头,放手一劈,便将污点削掉了,而彼此却一点伤都没有 这件奇闻传到宋元君耳里,于是,招来兴时的泥匠说 寡人想看看你的绝界 泥匠说,不难,只是没有合适的搭档 那个同样厉害的泥匠,已经去世了 庄子讲完这个故事,对着惠子的坟墓拱手道 先生啊,你走以后,我再也没找到像你那样合格的对手 寂寞啊,我虽距于茫茫人海之中,却比你躺在这里还孤独 逍遥如庄子,也有感到孤独的时候 可见,人这一生谁都无法避免孤独 父母会在不知不觉中老去 儿女会找到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朋友也会因事事无常而离散 细细想来,生命的本质就是如此 孤独是常态 一个人,从孤孤坠地到年华老去 从出生到死亡 生命最重要的两个阶段,都是独自面对 没人相伴,更没人替你完成 人这一生,没有谁能陪伴你一辈子 很多时候,人都只能和自己作伴 百年孤独里写道 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 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 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余 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正是孤独,不要纠结是否和群 在独处的时光里,不再惶恐,不再怯弱 找到一条独处也能走下去的路 有人说,只有经历过无数荒凉和孤独 独处才能遇见属于自己的繁花四季 红尘滚滚,独自前行,但尽人事,莫吻前程 如果孤独无从避免,那就与他和平共处 二,独处是一个人的清欢 庄子,天下,中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一个人独处时,才能真正与生命,与万物对话 才能那些安静自由,遇事处便不惊 享受独处,就是懂得与世俗相处 它是一种心境,也是一种能力 轻松看待世间万物,获达面对人生境遇 不要什么事都放在心里 心中无视天地宽,便是人生好风景 金庸先生笔下,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老顽童周伯通 他成天嘻嘻哈哈,淳朴童真的像个孩子 人人争名夺利的时代 他却独自行走在纷扰的江湖中 势不关己,逍遥自在 群雄忙着当英雄,唯独老顽童 总是孤身一人,也能快一人生 欧阳风使用诡计,逼迫他跳到大海之中 他竟独自漂泊在海上,找到了齐别遨游的乐趣 黄耀士骗走了他的九阴真经 打断了他的腿,甚至将他关在桃花岛十五年 他没有焦虑怨恨,反而将漫长的监禁 当作一场和自己互动的游戏 不经意间雾透了九阴真经 还创造出左右护博树,连东斜也拿他没辙 后来,周伯通又在一个人的悠闲中 创造了七十二路空明权 成了武林中数一数二的高手 对外特立独行,对内坚持自己 老顽童在独处的时光里找到了人生的乐趣 独处像一把尺子能丈量出一个人的格局 平庸的人独处只会越发寂寞焦躁 而优秀的人独处却能活得有滋有味 独处,让人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哪怕只是单纯地放空自己 也能获得一份自由的轻松 回归心灵的本真 佛经上说,人生难得 犹如盲规欲浮目孔 生命宝贵,不要被无用的外物轻易地耗散了 真正的独处是 从外界的虚名福利中走出来 体会心境的澄澈 寻回内心的平静 在心中筑起一方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 真正的独处是 能在繁华中守住心境 也能在阴影中安然处置 三,真正的强大 从独来独往开始 庄子,在诱中说 独往独来,是为独有 独有之人,是为智贵 独来独往,是一种人生境界 是能够独立自我 与自我和解,是一个人最为尊贵的气质 唐代师佛亡为 晚年便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 少年王为也曾热衷功名 三十岁时就状元极地 备受王公贵族的喜爱 成为独书人眼中的人生赢家 可早年得志的他也曾经历人生的重创 随着圣堂衰落 安室之乱爆发 他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 虽然保住性命 但却让他开始审视自己 这之后 他开始学着独处 让世界安静下来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晚年的王为 隐居中南山 没事便独自去山林转悠 偶遇路人聊开心了 便会忘记回家的时间 这才有了行到水穷处 坐堪云起时的惬意人生 细数王为一生 半观半隐 起起伏伏 也曾在热闹的官场中迷失自己 最后在独处中找到真正的自己 王为就像你我一样 会为未来迷茫 会因失败沮丧 但正是他学会享受孤独 才有了放下世俗眼光 坦然面对自己的能力 即便人生失忆 也能从骨子里活出平安喜乐来 舒本华说 要么孤独 要么庸俗 与其人云亦云 期待别人理解 不如独来独往 壮大自己 独处是一种生活方式 更是一种生活智慧 人生在世 很多烦恼都是自找的 学会独处享受孤独 很多事都能迎刃而解 一个人独处时 心灵才能安定 才能从定中生出智慧 当一个人 学会和自己相处 才能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生 跳脱功名利禄的诱惑 不困于得失成败 内心变得丰富强大 日本作家武唐登记雄说 独处是我们认识自己最好的机会 细细回想 很多时候我们所承受的失败 皆因我们无法接受独处 我们总是急于让生活给出答案 却忘了 很多事都需要耐心 不要迷失在过去 也不要惊恐于将来 我们能做的 就是在独处的时间 它是做好当下该做的事情 不要纠结眼前得失 也不要再以他人眼光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猛兽总独行 牛羊才成群 一个真正强大的人 深知自己不强大 靠谁都不行 愿你孤身也温暖 独处亦清欢 愿你看尽人生纷繁复杂 内心依然从容淡定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